香港固跡的出路 是否只可以在耳代弊 等政府列为得个体质的文物 或是等发展者来一个大刀斧斧的改装呢? 居民和社区在保育方面 可以做一个什么角色呢? 中环街市被形容为 近年香港保育失败的样板 保育活法计划一拖再拖 迟迟都未搞得到 在1939年建成的中环街市 崇尚简约、自然和功能性 还有石果仅存的Bowhouse建筑风格 还未平为三级历史建筑物 除了建筑特色 社区功能才是中环街市的最大特色 自香港开埠以来 中环街市已经是中环的核心 被用作公共街市 经历了四代街市的转变 它由始至终都是附近居民聚集的中心地点 既然中环街市这么有建筑美感 亦都是有近80年移战历史的建筑 为何依然在活化上处处碰钉呢 中环街市早年曾经立日勾地表 一度面临拆舍 多个保育团体都反对清拆 直至2009年 周恩权委托事件局活化中环街市 认为这样才开保得住这栋三级历史建筑物 无奈活化计划一波三折 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战 当时市区事件稿选出 城中六周活化方案 更获得成规会批准 可以在顶楼加建一层大型玻璃屋 但是这个设计又被市民提出司法覆核 事件稿方案没有那么受欢迎 无非是因为市民认为它是商场翻身 多过是修复古迹 不能够将最能代表中环街市的时代背景 和当时的建筑美学 最原汁原眉地给市民欣赏 背后更大的问题 就是中环街市原本提供给小商贩 和居民的社区生活空间 会在彻底装修之后 被高档次商铺取代 不能够凸显街市一直服务 和联系社区的功能 由中环街市的保育方案 我们要认真想想 究竟保育古迹的社区价值重要一点 还是经济价值 和提高吸金能力重要一点 活发精髓往往是保留建筑物 和原有功能的前提底下 赋予新的价值 如果中环街市保留建筑外贸 变成好像台湾重山民创园区等等的 商业化空间 有可不可行呢 活发股迹是否就要推崇经济 放弃建筑历史和社区价值呢 要怎样取写 实在值得大家凡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